深圳日本人學校一位日中混血的小孩 被一位他不認識的中國人刺殺 成為中國以和權式排外運動再度興起的犧牲者 雖然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已經是一百二十多年前的事 中國人很多人去西方牛學 甚至連執政的中國共產黨 他那套意識形態表面上都是德國加俄斯的結合 但似乎中國人未吸取過任何教訓 只要中國執政者思維不變 這種無法控制的恐怖排外運動會一再發生 最終會令中國經濟無法東山再起 因為正常傲袋的人都不會無生命危險投資這類國家 以和權這種做法能夠發酵 極權主義者拒絕進行政治改革 以及中國一貫自卑兼自大思維混合在一起有關 一個民族處於被迫害的狀態時 理應是審視自身缺點進行制度改革 以求追上為了前茅的國家 由中歐的奧空帝國一類的老牌帝國 到日本到惡圖曼帝國瓦界之後剩下的土耳其 無不如此 但中國當權者就為民族犧牲而放棄權力這類事情 沒有興趣 尊走旁門左道 而中國一向以千條大國自居 儒家講懷疑之變時 事實上除了中國 其他民族一律看不起 這種民族失調之下 一旦被另一個國家入侵 就會覺得其此大辱 非報復不可 由拒絕去改革自身去達致報復的目標 所以那些荒謬至極的宣傳材料 都可以洗人民的腦 而有人真是付諸行而不受控制時 一場雙輸的政治災難就由此而起 中國自鄧小平推出開放改革政策以來 在實用主義的政治思想之下 中國共產黨是將民族主義視為一種政治籌碼 中國政府不會將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消滅於盟然狀態 但亦不會鼓勵這種民族主義任意發展 至少不會像普京那樣 公然縱容這些極有份子胡說八道 甚至變成熔兵組織 如果意義和權民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 當局仍然會用維穩機器將它們適當壓一壓 但習近平改變了戰略 習近平上台以來 由網絡到電視 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無日無知 也沒有人大規模去壓他們 甚至當局寧願縱容這句極端言論 合乎常識的言論就匆匆插除 小粉紅變成了紅衛兵家義和權的混合物 最終失去控制時就會發生悲劇 孤狼式的襲擊行動也會令無辜平民傷亡 而現在習近平更不可能將這種極端行為壓我們 因為在海參威外興安領等地主權 白白送給俄國人的問題上 自賴清德總統將這個問題再度提出 由干習民到習近平的做法 都與中國人相信的民族主義理論相矛盾 而為避免中國人留意的這種矛盾 縱容中國人向日本人甚至西方國家國民行兇 就變成了習近平無可避免的選擇 所以中國當局並沒有高調譴責兇徒 而是在福島水域水產問題上讓步 意圖去安撫日本商界和政府 但這招不成功就有相當大的疑問 因為今日中國民族主義的根源 基本上仍然維持在百多年前大清帝國的格局 送了大的牛學生去西方牛學都沒有改變 所以外商更加不可能重返中國 而外國遊客就算免簽也不會來中國 因為實在太危險了 而中國的基本格局不變的話 日後闖出類似八國聯軍之役的大禍也不意外 一個民族不求反省的話 而政治制度以致文化也不去改變的話 錯誤一再發生也十分理所當然 送多少人去西方牛學都只會製造怪物 稍稍等 出貝